3、2、1 Holy shit 靠掉了 現在 欸 我們心電沒有什麼流氓 就說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測試一下全級手套啊 我們都有一些盎司數 那盎司數其實跟這個 厚薄度有關係啊 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這個厚薄度跟 攻擊的破壞力到底有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等一下用 16盎司 10盎司 還有最後是徒手 來做腹部抗擊的 徒手啊 不然咧 撥球 裸拳 裸拳OK 打肚打一拳 欸 就KO了 對 我們就來仿效一下 對啊 我要你一拳 你要我一拳這樣 這樣子嗎 欸 別用可能國外請來 專業的打手來進行這項任務喔 誰 欸 這不是 我們的 葉宜智嗎 你好 我們頻道剛開始的時候 有做過訪問啊 應該就是我們台灣 無數公斤以下 泰拳第一人 今年 葉宜智到了 新加坡EVAV 去工作嘛 對 今天 葉宜智要怎麼來幫我們 咦 咦 這個 這個 口琴嗎 一拳的方式決勝負 還是我被打 還是誰給你決勝負啊 不是 剛剛有拿出這個口琴嘛 我們頻道的老觀眾 對這口琴應該是不陌生啊 你 一拳 如果我們 吹出聲音 你們就輸 就輸就對了 對 好 開始吧 GO 那接下來是我們第一關 16盎司 16盎司 我們Josh已經 站到這個儲行位置了 來 麻煩了 欸 對 不是你 不是你吹 幹 你有扒嗎 不是我吹好不好 第一發 等一下 你心情如何 講一下 因為你知道 葉宜智是職業的 我們這種業餘在那邊挖半天 可能挖不到點 一拳 對 雖然他大概16盎司 我覺得我已經會感到他的那個職節了 你知道嗎 葉宜智因為 他背負的EVOV 聽EVOV 那麼你現在 你跟EVO暖身 沒有關係 你代表你自己 你代表葉李智 葉立基 不要到底我認識你 真的 幹嘛 你上誘 我沒有 我沒有 OK 1就它 OK 3 2 1 幹 等一下 幹 幹 他有一點偷師父 他用鼻子 所以沒有吹吹吹吹聲音 等一下 幹 哇 操 我感覺他沒有吹吹吹吹 我已經感覺到 幹 剛剛有點偷師父 剛剛沒吹 剛剛沒吹但 你用鼻子 對對對 我抓點小劍招 請務必讓他吹出來 好嘞 3 2 1 幹 你自己是不是一樣 根本咬不住 我看 這媽的根本咬不住 不是 有一種 The world The world 時間禁止了 The world 其實我覺得我要吹 我真的我覺得我要吹吹 但我咬不住 我懂 太痛了 我他媽太痛了 我希望你10盎司的時候 能夠咬好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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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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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關算是都 都Clear 都Clear 10盎司 來 Josh 2 1 1 1 2 1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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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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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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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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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自己也要叫我的幹 現在一直延伸 對啊 一直延伸上來的感覺 現在已經差不多過了10秒以上 然後 我現在還紅 真的 你知道這種膨脹的感覺 然後一直往上延伸 我知道他的T-T-T是把胃裡的空氣變大 他的T-T就是把胃裡面的空氣 可以讓他膨脹 所以我那個胃酸整個一直 一直要衝出來 吃兩拳下全身冒汗 我也是啊 搞意消失了 你也是快玩 那這樣子我還沒有穿錯的聲音嗎 技巧啦 學你啦 學你啦 那個波奧考嗎 最近打比賽我們感受一下 小波奧考十幾公斤了 你現在要減幾公斤 五十七 五十七 如果被台灣大雙天晶裸圈打到會怎麼樣 那等一下捨身你我啦 你啟動可能現在有支 我現在加六十七 六十七 我差不多六八六九 差十公斤左右 應該可以吧 沒有 剛剛都已經不行了 葉晶就好好打了 反正等一下下面三顆眼的感覺 好 胸毛好噁心 待會裸旋呢 就瞄準這顆數 一發直接讓你 吹奏這個送葬曲 這裡嗎 好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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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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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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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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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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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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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打你的那個力道絕對不同 幹你又知道 絕對不同我相信 誒這比上個痛啊 幹你把你變成笑 我覺得前上比較痛耶 屁啊 我知道為什麼 剛剛這一趴有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我讓Josh打完之後做獎品 所以葉子剛剛在打我的時候 馬上做了修正 我覺得一定是這個問題 剛剛那一瞬間他在腦海中講 所以我剛剛這樣 對然後專業選手就有一種職業病 修正缺點 我覺得拳套剛剛留在這邊 那個帳的感覺 留的比較久 可是剛剛裸拳被打進來的時候 我是那個穿透力會很直接 對我覺得他打到我的時候 譬如說螺旋 我明顯感覺我這兩塊腹肌爆肝痛 但是他帶拳道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打到我裡面 我懂他就是因為他會透過那個震動 他的T34把那個氣膨脹起來 你要講幾次 那我覺得還是要怪你 回合中間調整 對 你待會就是 你吹兩次 吹兩次啊 吹兩次根本不吹不起來 我快吹喔 我快吹啊 教訓就是我們吹口琴冠軍 還是請大家這個 在家裡不要模仿 我們至少是有一些武術底子 我們才會做這件事情 那只是說用自己身體力型的方式 希望說 用這個比較有趣味的感覺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全套盎司的大小 其實會不會直接影響破壞力 像譬如說夜市 你之前過去打武術 你大概就拿多送的 大概是8盎司 通常你60以下大概就拿8盎司 然後60以上可能是10 你說70以上可能就是12 那是為了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 當然破壞力比較大 你需要保護一下對手 所以應該會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透過我們今天的實驗 可以證明 講真的前面我還有辦法撐啊 雖然是有戰 可是羅拳一下子是直接過 而且他只打一拳 一拳喔 他只打一拳而已 我們不是演的喔 我講真的 這不是做效果 我們今天就是請夜市 真的是 大概有 大概幾成例 差不多6 起碼 你出個10是會死喔 還有 因為他會說989 6吧 我們就爛 我們就爛了 我們就爛 我們就爛 職業的不太一樣 職業的真的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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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的特性 年紀錄